台中全身音乐节最后一晚 警方获报有男子喝醉露道 趴在草地中央脚都脚不行 直接变成大型的露标 还有其他游客拍照留念 男子醉到不行人是 警方只好呼叫救护支援 将他送一安置 事情就发生在20号晚间11点半左右 明明表演活动晚间9点半就结束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留在草地上喝酒聊天 一名30岁的无姓男子何台嗨醉倒 遭到警方送医 保全也见怪不怪 围棋十天的活动也不止这一起乱象 不少人在野餐后垃圾随地乱丢 刚刚我看到那个吐到被背出去背回去的 上个礼拜有看到有人躺在路中间 然后在那边睡觉 还有网友表示爵士音乐节变成了爵士喝醉节 虽然有游客喝醉入到 但幸好没有传出伤亡意外 不只是台中的居民 甚至是其他县市的人 大家都会有一种慕名而来 然后一起参与这种 很像是台湾的一个盛宴 共计151.5万人次参与 达到经济效益约20亿元 不过还是有民众称赞爵士音乐节 已经成为了台中象征性的活动 不少人从外地或者国外慕名而来 也肯定活动为台中本地带来不少的观光财 TPP新火苏太连量反应台中采访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明年 ——Yoню 三明年